说实话当我收到这两根水瓜的时候 我真的是有点惊了 因为我明明下单的是丝瓜 然后作为一个东北人 我还特地查了一下 好像水瓜和丝瓜 貌似是一种东西 总之已经买了吧 所以咱们就今天拿它来做一个汤 然后看看这个味道如何 我看网上很多人说 这个中国人有种菜情节 确实来到美国之后 其实很多华人都会在自己家的院子里边 去种一些菜啊什么的 我是没有这个种菜情节的 因为毕竟我连一盆花都养不活 但是如果我以后有自己的园子的话 有几样菜 其实我蛮想种一下的 因为在这边实在是不太好买 好那么问题就雷了 这个羊到底要不要刮掉呢 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最近都 是不是出去玩太开心了 然后都没有做饭什么的 确实最近做饭做的不是特别多 偶尔做也是那种 就非常快手的 就最近其实没有在认真吃饭 有不同意义的 鰹蛋 鯛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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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芹菜 胡椒 白芹菜 小火 小火 白芹菜 肉 油 骨頭 白菜 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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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 鹽 鹽 鹽 小火 小火 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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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工作日的午餐 开饭 今天开箱一个贵的 要开的就是它了 这个是今年我自己给自己买的一个生日礼物 我也是第一次买这么贵的首饰 然后买的就是这一款宝格丽的项链 这款是里边白桃瓷 然后外边是紫金的 这个就是带到最长的那一端的一个效果 开心 开心 我在这个Shutterfly这个网站上买的照片 然后还有冰箱Tier倒了 在这里的浓沫 我会面前一致的 我会面前的观念 我会面前一致的 我是们可以的 就像是可恿的 我现在在柯子里面 我会面前一致的 这个是就像我一样的 我会面前一致的 我会面前一致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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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